家门前道路在施工 左边这辆工程车慢慢倒退 突然间碰一声 所有人吓一跳抬头看 竟然是工程车上的管子破掉了 黑色沥青瞬间往四周喷溅出来 一楼住家从白色变黑色 烟雾到处飘散 在场工人通通看傻了眼 因为被波及的范围还有这边 原本绿色盆栽 这下面目全非 远看整片公寓外墙 包含周宇鹏阳台铁窗 就像水墨画一样 被泼上油油亮亮的黑色污渍 就连放门口的鞋子都被喷到 地板上全是一点一点黑黑的 从二楼看出去 窗台瓷砖甚至一楼屋顶 都被大面积染黑 屋主根本不知道该怎么清理 事发在27号下午2点多 板桥区公所委外厂商进行铺泊油工程 第一天施工路面都还没刨除完毕 就发生意外 原因就是这个雨浙边角 现在已经破了个大洞 当时勾到工程车上的喷油软管 造成五户住家以及三辆机车遭殃 雨浙高度稍微比较低一点 作为赔偿 原本是替道路铺薪薄油 这下连住家也惨遭波及 何时能够复原 恐怕还需要时间 TVS新闻成人黄敬芬新北市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 Gel订阅 欢迎订阅